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他的太太 瑞乃伟 瑞乃伟写的字 这次到过来读就是心动不 不动心老师聪明 我们就说我们下期经常说要追求的那种 你心静如水 你要平常心 不动心 这些起手都是追求的境界 你很难达到 现在有一个达到了 他一直都不动心 现在不要不能叫人家狗了 人家现在是阿尔法九段 中国维席协会授予阿尔法九段 去年是韩国授予的 中国维席就是中韩双九段 你授予人家九段之后 人不带你玩了 他跟柯杰这一回说是跟人类下的 竞技上最后一盘起了 这算不算你以后就望尘莫及了 基本上可以是 因为他在去年的时候 就是他在说最年轻的九段 他现在才三十岁 去年的时候他两岁 天哪 谁家孩子 谁家孩子长这么快 三岁的九段 他去年两岁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不是聊起过吗 他那个时候的就是他厉害就厉害在他的那个深度学习 然后还有他的策略网络和搜索网络 他今年呢 联机并行上面都优化了 优化了之后呢 他由去年的这个 他所有的招法算到底 由去年的三秒钟算一百万步 提高到一秒钟算一百万步 但是我先问你一个棋盘之外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柯杰呀 这现在是世界第一了 对吧 这个这这孩子他就哭了 哭呢 我觉得有些心情 是不是只有你们棋手能理解 因为要照我想呢 他早就做好了必胜必败的这个准备 对吧 他早就做好了必败的准备 有必胜的勇气 有必败的准备 对 而且呢 事情到了今天 输给阿尔法狗并不丢人 但是为什么在下到第三盘中间呢 就说他跑到后台就哭了一会儿 你觉得作为专业棋手来说 你能理解他这个心情吗 我 我觉得他的心情就我理解到的是这样的 因为首先柯杰他是带着竞技感上场的 他还真以为能赢啊 他觉得他从去年就说 你能赢李适时你不一定赢得了我 不是 但是前一阵那时候老倪也到我们这都聊过吗 连下五六十局 六十局 那个时候柯杰就完全不是个儿了 是 那个是快起 就是人类只有每步击三十秒 那柯杰总觉得我要是给我点实验 规规矩矩的比赛 对 三小时的话我能发挥的很好 似乎你也能看到希望 包括第二盘 你也能看到双方咬得很紧 第一盘我们都觉得距离最小但机会最少 那第二盘杀的 大家都知道你跟他杀的多头绪 全面发动那个各种作战的好多头绪 七八块头绪的时候 电脑有可能会出现失算 或者说没算到 这种时候你会觉得你有可能赢 柯杰这方面特别厉害 就是他在计算 在战斗的时候那种敏锐度方向感 柯杰现在确实是人类的最好代表 怎么会呢 为什么这么年轻的 这是不是说明下围棋就是要靠天才 他跟一般的智力活动不一样 是不是 现在的智力活动都是提前化 就是因为他的竞技的 竞技对脑力的体力的要求 越来越高了 你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吴清元老师 原来纵横日本二十多年 杀扁没对手 但那是两日制 三日制 就是一盘棋你可以下两天 下三天你有充分的时间调整 你也充分时间在休息一下 现在不是 现在今天下完明天继续下 明天下完后天还下 我明白需要体力 但是这种体力好的人也多了 应该 为什么就是偏偏 我对阿富汗搞到反正兴趣没那么大 柯杰怎么就这么年轻 就大家公认他是世界第一 哪有一个项目 这么权威 就是好像他输了 我们人类就完了 他赢是理所当然的 接下去去韩国又把人家 说跟人类下体生幸福 他有些棋手是有这个实力的 他年轻的时候就冲上来 就像我们知道的吴清元 三三心 天元 秀斋 那就十九岁 我们知道李昌浩 拿冠军就十六岁 唯一是这个靠天才 不是 他靠状态 而且不同 靠努力 靠你的天分 加上你把你的天分能够努力出来 这是一般的 99努力一分天才 你就好比说物理学家 真正做出创建的 他可能是在三十岁左右这个时候 所以像爱因斯坦就很典型 而且呢 就是您说的这个 他有个竞技状态 我跟你说 我就能够体会 为什么 就说这个脑子 你别看我干这个活 按说也是脑残的活 用不到什么 但是毕竟比我平常生活里脑子要更集中一些 你知道我的感受你们都没有的 比方说啊 吃安眠药 我睡不着觉吧 吃最好的安眠药 在正常生活中啊 你包括葛优他们吃安眠药 演戏都没问题 他们都吃安眠药 就是说你今天吃安眠药 第二天起来 其实没事的 最好的安眠药 你感觉没什么 但是我就不能吃安眠药主持这个节目 我就能感觉到 就是说 其实是当你这个脑力啊 要高速运转的时候 我就发现 如果昨天晚上吃了安眠药 我这脑子的感觉就是锁住了 被锁住 但是呢 如果咱不做节目 咱在咖啡店随便这么聊 我并不觉得有什么脑子不好用 这就是你看在竞技台上的时候 对 对 他说的这个锁住 我们都有这个感觉 就是 很多起床 你抽烟的 到你 到你过了25岁之后 都会显现出来 那个时候是你的脑子高速运转 你不能锁住 就是要你发挥到状态最好的时候 所以 可能我觉得对 你脑子的体力的要求是特别强 对 在这个意义上 把下棋算作体育 我觉得也同意 我本来觉得这个最不动的体育 但是 在这种意义上 柯杰就跟菲尔普斯一样 对不对 过那一茬就是啊 那一茬就没人 为什么当年聂伟平就是带着氧气瓶上去啊 就吸氧啊 我小时候看过下象棋的 叫吴荣华是不是 胡荣华 象棋大师 跟很多人下盲棋 我就现场就去看 我想这怎么回事啊 他不用记得 七八个人就被他打败了 任其他现在厉害就厉害的 阿尔法国的一 大家对他记忆力是不怀疑的 他厉害是厉害的 他的深度学习 他边下边学习 他今天的最好的自己 明天他克隆 不是明天啊 咱们说话 这功夫他就克隆了 他就下几百万盘了 对 他这次就是 他从去年下完了之后 到现在 他总结出来了上百万盘 里面的下慢棋 他的慢棋就每分钟 调整 每步棋调整两分钟 从中 这就慢棋 对他来说慢棋 从中 选出来五十万棋谱 给我们留下了 哦 所以这次克隆不是就是感觉吗 哎 我就觉得克隆说上一次 跟这个阿尔法国打的时候 他觉得这还是一个高手 就是人类当中的这一个高手 至高的高手了 但是他说这次 他的感觉是 围棋上帝 何以让这样一个第一流的棋手 觉得跟他对面的是围棋上帝啊 他我觉得是这样子 他是不是吓着了 哈哈 他是当时的感受了 就是这个计算机一开始不领导 我们只是知道他方向能超过人类 所以他运行了二十多年 大家都不太努力 从去年 我觉得就是 以前都是传说 去年变成传承 你能看到 哎 计算机里面显示出 人类的精华出来了 怎么说呢 我们下棋下了三千年 我们留下的最精华的棋谱 他学习了 他学习了十六万章 学了十六万章之后 这个时候再来跟我下 比如说跟徐老师跟您下 你出来的招法 他都是人类历史上 最精华的那些招 你经常看到 哎 这部棋哪见过 一看 吴清源老师曾经下过 这部棋 啊 在哪又见过 吴清源老师哪盘棋 吴清源老师的招法最多 里面你也能看到武功的影子 也能看到 武功的树 对 同在修行 然后完了之后 这次 我们 我是带这个期望 我想你广是给我们历史的传承 对吧 最好的 这次不是了 这次你感觉 很多招法 你根本没见过 他自己综合了之后 他的深度学习 这些用完了之后 他自己玩出了他的一套 他不仅会和了你三千年的积累 对 而且他走出了三岁以后的新部 所以我当时就想什么人民的名义里 这个齐同伟什么还胜天半子 所以结果就剩下自杀了 咱们来看看柯杰的这个发布会 下棋的时候有点失态了 因为 因为他下的实态是太完美了 我担心的棋他肯定会下 他下出我想不到的棋 我仔细慢慢的去思索了一会儿 他这个是为什么下这里 后来一群 原来他这部棋又是一部好棋 然后我只能猜测出他一半的棋 另外一半是我猜不到的 这就是我跟他的巨大的差距 就是我 没有办法 我真的只能承认 这个差距实在是太大 对我而言呢 其实这一次比赛的意义是 超出以前所有的人类的比赛的 对我来说 但是江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这三盘表现好像比较诡异 因为咱人就猜他给不给面子 就是说第一盘的时候就等于剩你半子 所以那个时候有两种猜测 就是一个给人类点面子 再一个就是说他下的棋是稳健的棋 就是他并不是要赢你多 他只要一直保持他最后能赢你 赢你四分之一什么木就都行 可是如果你这样揣测他的为人的话 那么到第二盘第三盘都是中盘就把你给猜了 是因为这就是什么表现 因为第一盘棋 那个柯杰其实我们说早早就没机会了 那个形势他好一点 就像马拉松似的 他老跑在领先你两米的地方 你气人不 但是你是没机会抄的 你跑快他更快 你跑慢他也就这个步子 对 跟着你玩 那二三呢 二三的时候看上去很激烈 很激烈 那柯杰就想这样下去我形势不好 你是不是有一种玉碎的心情 第二盘好像有点希望 对 就是柯杰觉得要拼一下 这个在作战里面混战之中 结果最后被二盘 你如果一过分 他就咔嚓把你条龙干掉 所以我觉得就是阿大狗现在其实是更像一面镜子 你表现的好 你能从镜子里面看到更好的那个你 哎哟 就说文涛你说的很好 比如说我们到来 里面有个镜子 你知道那个镜子里的那个人比你更厉害 但是是你的风格 但是你觉得他这三盘里边 咱就比如说说柯杰 表现最好的是哪一盘 我认为是第二盘 第一盘我们认为机会少 很早大家就看懂了 你比他差 但是差距不大 很欺人 你知道吗 没希望 对 就是老二机会没有的 是 但是你比如说像现在这种情况 是不是就是说咱们离他就绝对人类是再也没有任何可能性了 我觉得有种可能性就是说 就比如说人类在跟他互相学习当中 对 会不会我们也得到了一个飞跃 是 接近他了 对 你得到飞跃 你能够理解他的步子 然后你再找出另外一种大的可能性 方向感 设计出另一个来 不是你跟他比了 你跟他比 就人单纯人这个物理来跟他比 我认为是不行 我明白他的意思 就人跟鸡呢 就肯定输了 以后呢 是鸡跟鸡了 人鸡跟鸡 他也是人鸡嘛 他也是人弄出来的 对 那以后我们有个长江号 黄河号 我们这个来跟他比 这样的有可能 输给他是不丢脸的 那就像女子足球输给男的一样 这也没什么丢脸 就柯节这可能就是流泪这个 我觉得他不一定是说觉得丢脸 他不是也说吗 他觉得表现不够好 他觉得自己 就是他觉得他能表现更好点 你表现更好点 你就能够逼出更好看的那个你 但是呢 你看咱们就当江老师 咱也说点这个怎么呢 泼这个围棋冷水的话 我也看见网上有些人说了 就是我不知道您这钻研围棋一辈子 就是因为最近不都在讲这个传统武术 跟薛冬的这个是吗 好 有人就拿这个说 说你看啊 就说中国现代化的过程 也是一个对很多东西除媚的过程 就去掉你这种某种东方神秘主义的云山物照 比方说传统武术里边 你的打法能用力学解释的 能用物理学解释的 你用不着 他也得在这阴阳五行 或者是肺代表金 哪儿代表土 我这一长出去就是土什么的 但你用不着这么蒙人 好 现在这个阿尔法狗的事情说明 这个事情本质上就是一个计算 是一个算法 那么说过去 其实我觉得他们职业棋手倒没这个毛病 反倒是我们这些业余棋手啊 容易讲 你说这种大举感 中国文化当中这种智慧 以退为进 这家伙关着孙子兵吧 神域 神域 气域 道 非常道 就包括原来武功什么 宇宙流 奇形要美 说你们这些 云山物照 在这里有文化 对 这是阿尔法九段 把你们彻底除媚了 你们就老老实实承认 就是一计算机 不同意 我觉得不太一样在哪儿呢 我们就是说 就说除媚这件事来说 他也是当时的人类 对这个奇的理解 就是你经过你的计算 经过你的判断 经过这些 但是你毕竟没有他的 就是他的怎么说呢 他的深度 策略网络 他能选那么多点 他能够走到底 这条路行不行 我们就必须中途的卡断 你看到六条路 你只能减剩下三条 最后比较出一条来 因为那三条路 容不得你全部走完 他是可以走完的 他这个花走一遍 然后各种可能性走一遍 只需要他一秒钟 一百万步 那他全部走完了之后的 那个数据拿出来说 我走那条路不好 ABC都不好 我走D 那以前的武功的 这个宇宙流也好 这个腾德秀行老师的 这些后世也好 包括我们下的 那个念平老 念老师的 包括这些人的 他还是体现了 除了体现当时 还有就是你 对其这些理解 阿法狗的厉害是 在你这些之上 他都实践过 他拿出来一个 可是尽管如此 我觉得让我 学维奇觉得 我觉得我教小孩嘛 我觉得很必要的一点 还在哪呢 阿法狗给我们留下来 祈福是精彩 非常棒 像未来传回来的 如果人类在发展二十年 也不一定到他那个水平 可是他还在试 他那个不是说 不是说五加五等于十 五加三等于八 他也是在试 说明了围奇这个奥妙 真的是还没到 阿法狗是还是卑鄙 有人说是宣传了围奇 救了围奇 有人说是杀了围奇 不过有一个人去杭州 看全部的这个比赛的经过 我觉得他不完全是为了围奇 李嘉诚 对 全程看 然后又跟这个 这个叫什么什么 迪普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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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们谈 李嘉诚看啥 你想想看 当然了 这个事情远远超过了围奇的意义 他是一个人类智慧 跟这个李超人 要不说投资厉害 他早就投资这种人工智能 这些方面的项目 那他可能是跟那个Jeff 就是谷歌公司的创办 咱们刘老师也在现场观战 咱们再看照片 江老师和 哈萨比斯 正在交谈 最右边这个 这看着什么血统的人呢 这是 这是 他是希腊血统和新加坡华人的结合 他妈妈是新加坡华人 这就是那个 哈萨比斯 阿尔法狗之父 是吧 狗之父 他本身是职业的国相奇 职业国相奇 那个特级大师 他本身是个非常天才的职业相奇 职业选手 哎呦 这同时还是一个这方面的 是 然后后来学了电脑 我这次我说你是职业 我知道你是那个 再看下一张 对 这个就是那个Jeff 我在问他 我说你们准备 他是谁 他是Jeff Dunn 他是谷歌的那个高层 谷歌高层 专门做这个程序的创建人 他 我当时其实问他问题 他一下严肃了 前面很乐 你问他什么 我问他 我说你们准备发展到哪一步 比如说是13段 18段 你们是还是有个时间的限制 结果他一下就严肃了 这是他们当时的商业机密 万一输给柯杰 他就不能告诉你 他还会跟你下的 哦 你再往下看 对 所以很逗 这个最右侧的这一张 就是David Therwa 对 他是负责 迪普玛深度学习 这个团队的技术 哦 中间那个也是 他跟哈萨皮区 两个主要的人 对 他具体执行人吧 怎么说的 这个还有一张 那我们再看 这要是这帮小伙子 干翻了我们的 都是下围棋的爱好者 都是迪普玛团队的 哦 这个就是深蓝的这个 对 最右面的这个小陈 小陈是我们中国人 哦 在他们团队里 都是 这是开发Alpha狗的这个团队 对 高中生似的 就是 Alpha三岁 他们也就23岁 你现在这东西 真是了不起 你看 像澳洲 他们就是有一个发朋友圈 澳洲就是几个高中生 就特别不分 世界上有一个人 垄断了一种 这个抗艾斯的那个药物 的谋取暴力 几个高中生 在老师的指导下 通过这个 这个网络的一些帮助 跟各大学协助 自己把这药给弄出来了 自己做出来了 所以今天真是英雄出少年 另外一个项目 现在就是大家非常看好 对 医学的 就是说你将来 你跑去口述你的症状 他把你的检查一下 这等于是专家会整了 他一个人就专家 就把各种可能性 然后说出来 你这个血管痛不痛 你跟他在哪里 薛老师 如果真出了一个这个 我问你 你是相信你现在香港的 那个心脏科专家 那个人 还是相信这个九段 我当然先相信 我现在把我看 这是最重要的 这是最重要 这是中国的院士 这是我要先相信 当然了 我相信 他就相当于客洁 但是我相信 他们也会听 这个 他们会听阿发狗的话 他会参考 因为有很多事情 很简单 到这疑难病症的时候 就是百分比的问题 就你这个百分之四十五 你这个百分之三十五 你这个百分之四十 你当然百分之四十五 那个危险性是百分之九十 你百分之四十 这个方法 危险性百分之五十 你在这里边 你怎么权衡 所以这个里边 这也有一个 就是我刚才问 他关键是 西医看病 是不是也是 本质上 都是一个算法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 大数据之后 我觉得现在啊 这个人工智能有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在哪啊 就是通过这次阿尔法狗这个说出来 就是说 理性和感性 他这种有 有没有到了一种 某种 我们可以叫类似于感性的这个 这个层次上 他能 他在发展的高级点 他比如说输入 他输入吴清元老师的那种个性 下棋子能看得出来 能看出来 就是说 不是说我们这个人的个性脾气这些 但是你下棋子棋录你能看得出来 你把你那棋录 他可以仿啊 他在仿人说 比如文涛你这个不停的说 让他那个阿爸狗的机器 把你的声音收进去之后 他仿你的话 我们是听不出来的 我 我 你我就不知道 那内容呢 那内容他就按照吴老师那个风格来行奇啊 对文涛 我从我的学科啊 我一直幻想他这个技术有个什么用法 就是复制人 什么叫复制人啊 比方说我们多少人在研究比方说鲁迅 那我们把鲁迅所有的言论 言论著作输进去 再把这些言论的发表的语境 历史背景 前因后果 还有这个作家当时的心情 还有生理状况 全输进去 那以后你问他 比方我们现在出来一个新的问题了 这个韩国 北朝鲜要发导弹了 鲁迅先生你怎么看 他就根据他的那一套的螺线 给你一个回答 啊 这个杨淑平的事情你怎么看 怕 对 你明白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做的人文研究 莎士比亚 孔子 都在做这样的工作 而机器就会比他做的 比我们要做的细的多 快的多 将来 当然了 在某种程度上也蛮可怕的 对不对 那些伟人就不死了 真的不死了 毛主席一直在发指示了 对不对 但还有不同的版本了 对不对 马克思主义一直在发展 对 一直发展 对 要马克思跟列宁争起来了 等等 但是你看 这的确是个方向 就是人呢 程序 其实人 每一个人就是一套程序 你斗文涛 把你所有讲的话 这么十几年讲的话 全部变成个机器的话 我们一说什么话 他就会反出来 到时候你不用 人家猜都猜得到 对 这就本质 所以这就又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人是不是本质上都是套路 您这一辈子待人处事 就有朋友在网上说 讲一个什么话题 他们就在说 我猜到徐志东 那个时候就会说什么话 这个是一个非常浅显 对 这个不是 就是包括阿发狗 传回来歧谱 之后说 这个阿发狗 现在真的是 他还对他来说 出几阶段 他也